美中关系专家Meredic O'ian分析美国总统拜登再次称将保卫台湾的讲话 9月18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节目主持人采访时,美国总统拜登再次宣称 台湾遭到攻击时,美国将保护台湾 在被问及这是否意味着美国会军事介入时,总统回答是的 拜登再次表示,美国将以军事力量保卫台湾,是否意味美国政策的改变 拜登已经不是第一次表示,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国将会进行军事干预 拜登的讲话似乎偏离了美国几十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官方的立场 但白宫官员表示,拜登的讲话并不代表美国对台湾政策有任何改变 拜登说了什么,为什么他的话很重要 在60分钟节目中,拜登被肢结 问道,如果台湾受到中国的攻击,美国是否会帮台湾抵抗 他回答说,是的,我们有承诺这样做 他很证实,美国的干预将是军事干预 这是拜登作为总统,第四次表示,如果台湾受到攻击 美国将对台湾进行军事援助 2020年,他在接受ABC新闻采访时发表了类似言论 然后在参加CNN市政厅活动时再次发表了类似言论 今年早些时候,他在日本时也说了类似的话 但拜登每次发表那样的谈话之后 白宫官员都会很快的收回拜登的言论 白宫官员都会发表如 总统的实际意思是那样的声明 白宫官员并强调,这并不是美国官方对中国或台湾政策的改变 不过中美关系专家Meredic Owen认为 在拜登第四次发表要对台湾进行军事援助后 就更难解释拜登的谈话是一个意外 或者说他在某种程度上说错的话 有点很清楚,拜登对台湾关系法的解释是 如果中国入侵这个法允许美国做出军事反应 这确实代表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 长期以来的战略模糊政策的偏离 感谢观看